现在示范的是云端硬碟不同版本 档案的不同版本 当我们把一份文件 假设是这一份文件,我把它命名为 点TXT好了 这一份文件里面只有 写一些简单的字 首先我们来示范的是 把它上传上来 在我们的桌面 这个未命名的TXT 我们清楚上传上来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一份文件 那你点进去编辑 即使你要编辑的时候,Google文件中开启 那我们知道说 你在不同的文件在编的时候 假设我把这边加了一些字 Google文件会帮你记住 这边会有不同的版本别 你看在这里你可以恢复 好,像这是我增加的 你可以 回复到你之前的前任版本 这是前的内容上面的 版本上面的差别 那如果你的版本已经被加密了呢 那你这边一定是看不到嘛 对不对 好,那不同的版本那怎么办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是 我最前面上传的 我最前面上传的 那当你如果是你再把同一份文件 再上传一次 它是会有版本号的 好,这边会告诉你 如果你要另存 档案的话 你要选这一个 那它这边有一个版本号2 那你怎么回复 你可以按右键 选择版本管理 它这边会告诉你 它帮你保留了30天 旧版的版本 你如果是相同档名的时候 它会帮你保留30天 这样你如果你发现你的档案被加密了 你还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把它还原回来 所以 文件里面有两个 两种还原方式 一种是 在里面编辑的时候 那你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 还原到你不同的 需求的一个版本 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是用档案重复上传的方式 那它会帮你 用版本别建立起来 它保留多少 保留30天 这个就是 Google文件里面至少它有帮你 保留一段 不同 不同时候版本别的档案文件 至少你发现 如果 它是被加密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还来得及去做 不同的 挽救的一个机制 如果是否有点 你会变得更好 你会变得更好 像一个机制